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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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帮助一百个被医院宣布不治的癌症病人 看看成功率是多少 因为我以慈善的方式来做不太有心理压力 而且我还是以未来如何创作抗癌的主题歌和主题音乐来着手 然后切入点就比较好 但是没想到这三年走下来帮助了两百九十亿位晚期的癌症病人 包括国外的还有中国的 然后五天坐起来 十天站起来的超过两百 就达到了两百五十二个 就成功率百分之八十七 那当时我们就认为成功了 因为放疗化疗手术 可能在美国公布的这些数据 经过这些放疗化疗手术的癌症病人 其实只能活下来百分之八 有百分之九十二的癌症病人 是在五年以后必须离开的 所以放疗化疗手术 它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八 所以癌症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很恐怖的这两个字 因为它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八 那当时我就说 我们用这个脑场 它能有百分之八十七的成功率 我们就应该可以推广了 也经过了三年的数据 但最后才发现 我第一年旧的又走了一批 第二年的又走了一批 我说那么好的方法 那么简单的方法 为什么不坚持 就是当你们不会的时候 我教会了你 让你五天坐起来 十天站起来 为什么你们不能坚持 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大的问号 就是癌症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如果找到了原因 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因为现在全世界可能大家对癌症的 这个是讲心理的方面比较多 有一段伤痛或者是食品污染 环境污染 那我就说每年花几千个亿美金 研究了几十年 这个概念还是有点模糊 那当时我就说 也认识很多癌症的专家 我就说我们共同努力 找到这个癌症的原因 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因为脑场那么好 为什么前面效果特别好 五天坐起来 十天站起来 怎么三五个月 或者一两年 癌症又卷土重来 就像这个割韭菜的上面一样 割了它还会长 割了还会长 那我们如何找到割韭菜的下面 所以就是找到癌症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那当时可能大家看过我的光碳 我是一个顽固的唯物主义者 顽固了四十八年 所以最后因为癌症 我在佛教里面找到了这个答案 就癌症 百分之四十五的原因是 流产堕胎的因例 百分之四十是 前世今生有严重的沙液 然后在这一次因缘果报到了 然后还有从来不记住 记住方法错误 那这个占了癌症的百分之八十五 食品污染和环境污染占了百分之十五 所以我是先拿到这个数据的 就不是总结出来的 是因为认识了一位佛教的一个大师 他就说 我现在跟你说你是不信的 因为你是很唯物的 他说但是你记在本子上 把这个五条 流产堕胎的因例 前世今生的沙液 记住问题 食品污染 环境污染 你记下来这个比例 然后因为你有机会在全世界做数据 然后你就来做这个真正的数据 那最后吻合了 正好吻合 所以最后我就进入佛教 因为我觉得像真理低头 就不是很丢人的事情 那我们就开始 脑场它是解决肉身的问题 我们认真地静下心来 我们有25分钟的脑场音乐 太阳的一道白光照亮我们的头顶 那我们就说通过顺时针和逆时针的旋转 把我们的这个肉身的这个健康的长城给它建立了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但是刚才我已经说癌症的原因找到了 那我们健康长城外面 还有每天扔玻璃 扔石头 扔炸弹的这些冤情在主 我们一定要给它忏悔 不然的话 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这个 把自己的肉身建设的再好 你也经受不住每天扔石头 扔玻璃 扔炸弹过来的冤情在主 所以我们就形容美国那个911那个大楼 你花了多少年建立起来的 它真正来一炸 一两个小时就没了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 就慢慢地就出现了 就整结出来七个化解这个的办法 就是第一是不怨人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的癌症病人跟我们有缘分的 一定要认认真真的 超一遍这个王凤仪的不怨人 八千多字 因为不怨人给大家说明了 人跟天的关系 人跟地的关系 人跟父母的关系 人跟疾病的关系 就把这个真相全部说出来了 其实百分之可能95到96的人 他们超完不怨人了以后 就包括一些学佛二十年的 他们才知道 其实不怨人也是佛教的另外一种说法 他接受了这个真相 但他没有用佛教的语言 他接受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所以不怨人很重要 大部分人超完一遍以后 有一个感觉就觉得自己白活了 因为什么 要成佛 只做到三个字就可以了 就是不怨人 但是基本上 一万个人里面有九千个人做不到 就是不了解世界的真相 你就爱抱怨 对面来的一定是命里有的 这是不怨人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那我们就是平时生活当中 碰到一些被人陷害 或者是 就是他不会感恩 然后你把他培养出来 他最后还成为你的对手 那这个他就放不下这个怨恨 他不知道这个跟千百世 这个因果是有关联的 所以就是 我们说修行修到最高的这个境界是 其实这个世界是没有错的对的 一切都是因果在说话 所以你 极度的愤怒或者极度的高兴 都是缺乏大智慧的表现 所以我们就是 对面来的一定是命里有的 不管是好还是坏 我们都很平静地面对它 这才是修行的最高境界 但是我们就作为普通人的话 我们还没有修到那一步 我觉得还是允许我们 释放一下这个负能量 所以该生气还得生气 该可能就是 报一个出口 还得报一个出口 因为我发现很多老好人 最后也得癌症了 就他们本来是 可以释放这个 悦恨脑洞烦的 但是他们 比如说为了集团的利益 或者为了公私的形象 他心里面有一股火 他也要 这个脸部还要表现出 这个很亲切很和蔼 但他内心的这个 这个愤怒和抱怨是 一定要找个地方去化解的 那我们就说 当你释放完的话 你不给别人面子的话 你迫害这个平衡的话 可能你过一两个小时以后 觉醒了以后 你要给他念忏悔三昧 去化解这个恩怨 那如果你是一直在保持这种 很和谐的这种状态 那你应该是找一个心理的专家 去释放这一段时期的 这个怨恨脑洞 不然我进入你的身体 我们说 你一段难以其耻的伤痛 然后埋藏在心里 十年八年无法释怀 接下来八成理犯癌症 所以我们就说 为什么有些人看到 那么好的人也会得癌症 所以他就说 他没有去释放这个 怨恨脑洞犯 这点很重要 所以我们说 昨天我在香港就说 有一个人他提问 他就说 他也很讨厌自己这个臭脾气 就是事情一来 他就很火爆 然后就是骂骂咧咧的 他也知道不对 但他控制不了自己 然后一两个小时以后 他才后悔 所以我为了安慰他 其实他是对的 他发出来是对的 但是你一两个小时觉醒了以后 你应该为对方念 至少十八遍以上的忏悔三倍 因为才能化解这个恩怨 但是你不释放的话 你不尊重你的习性释放的话 你想做一个好人 我学佛 我就不能生气 我学佛 那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做到 你是表面做到的话 你也很容易 罹患这个癌症 所以就是说 我就鼓励他 你释放完了以后 你就要去道歉 慢慢地 你原来这个话语是很毒的 比如说 刚开始是 你怎么不去死啊 就是这种骂人的 慢慢地你修炼 修炼到十遍 二十遍 或者一年两年以后 你这个话语就变成很温和 就是你怎么不去念一万句 阿弥陀佛 换另外一种方式 就慢慢地改变自己 那我们说 很多人他也不是说 这一世就能灭盘的 他可能要经过三百年 五百年八百年一千年 那我们就说 每次进步一点 有时候对自己要求太高的话 反倒是会引发一个小小的灾难 所以就是尊重自己的习性 那他就说 那那个人是不是 我生气骂他的时候 他是不是该骂 那我就说了一句 他就很高兴 我说是 你骂他 前世他也骂过你 所以对面来的一定是命里有的 不能说只对你是公平的 对他是不公平的 那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 我们释放完这个的话 如果不去化解的话 他这段怨恨就流到下一个轮回里面 产生一个恶果 那我们就说 在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情绪 产生跟对方 或者跟最爱的人 或者跟最恨的人 产生这个矛盾的时候 我们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 然后通过修行来转化 就给大家念参为三昧 或者念佛号 回向给他 这才是一个 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个性和特性 来完成自己的这个修行的难度和深度 而不是就是说 很坚硬的制定一个杠杆 一个标准 要每个人都去达到 那这样的话 那我就发现有很多人越学越痛苦 因为他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这个表面做到了 内心做不到 就很纠结 然后家人又是最难度的 所以跟家人玩 家人都躲你远远的 一听说你是佛教徒 就以为你有神经病 就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就说 一步一步的来 就是每个人的这个修行的阶梯 次第不一样 就给对方 有时候给对方一个空间 反倒把这个事件就缓和了 就我们就不要制造 没有必要产生一些新的怨恨恶痕 那刚才我也就说了 五个原因找到了 就是癌症 就是流产堕胎的阴灵 前世今生的杀业 技术问题 食品污染和环境污染 那技术今天可能要重点讲一下 因为当时有一个很厉害的大师就跟我说 因为我是不断地觉悟 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犯错误 不断地修正 所以今天可能说的很多话 也有百分之二三十是有一些问题的 但是没关系 就不断地成长 所以以后大家可能要不断地看我新的录像 有时候我会觉得以前说的那句话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的境界和高度没有到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还有两年就出家了 可能出家以后五年 我下山的时候 说出来的话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就不断地成长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然后我们走到哪一个高度 我们说出来的话是更接近真理的 所以就是 其实今天我讲的这些案例和故事 和今天所做的三个小时的演讲 你们可能会觉得 这一段是我需要的 那一段是我需要的 这就够了 你不需要全部都是 全部讲出来的都是真理 那我就头大了 因为讲课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就说 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跟没有觉醒开悟的人 说了正确的话 引发了对方的烦恼 也是犯罪 也是造业 所以有时候讲课很头痛 因为就是 假设今天有五百人 然后可能有一百人 是进入一个中阶的水平的 那有两百人 他还是出级的 那有时候说的东西 就一个案例 一个故事 大家悟到的都不一样 可能有些人会起烦恼 有些人就很高兴 所以就是当老师不好当 人家说地狱门前三种人 大家应该知道了 教师 医生 出家人 我说我现在三个都要连在一起了 因为我要讲课就做教师 我要帮助癌症病人就当医生 最后我还要出家 所以他们就说以后 你就是属于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的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团队比较苦 全世界的人都成佛了 我们才从地狱出来 那就五个原因 记住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 因为今天肯定有很多癌症病人 不好意思举手 我也不要你们举手了 我们认为 大家可能都想不到 救命先记住 你要救命的话 先记住 记住连根 得到一股能量 所以就是 当时那个大师就说 你以后去做一个数据 他说我看到 凡是来找我的癌症病人 就是在他父亲那个龙脉 或者母亲那个凤脉那里 一定有一个祖先在养天长坛 一定有一个祖先在养天长坛 所以这就是记住的问题 那以前我们不懂 我们很这个 今天还好 大家都是学佛的 那以前我在48岁以前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 就很象征性的买那些 一个亿啊 或者五千万的这个民币来烧 然后就觉得 哎 记住了 那现在才知道 这些只是在那里是假币 所以现在就学会用这个金箔 银箔碟的这个元宝去 那今天透露一个本来不应该透露的 就是 事情 昨天我在香港说了 因为大家就觉得 哎呀 这个事情真的很惊险 因为我们的这个师傅 大家也知道 2012年的就去世了 就是他帮了几百个癌症病人 最后他是12种癌症同时爆发 在北京的武警医院就离开了 那当时我们都很害怕 因为我们就说 哎 癌症不是不传染的吗 什么 帮什么癌 得什么癌 所以说中国最好的 肝癌医生属于肝癌 中国最好的 这个乳腺癌医生属于乳腺癌 那就后来才发现 是 癌症和它这个肿瘤 是一个怨恨的生命 就万物有灵 就是你是乳腺癌 好 在乳腺癌那里 住了一个怨恨的生命 那你是肝癌 在肝那里住了一个怨恨的生命 那你把它用手术 或者用一些攻击性的方法 把它送走 那这个怨恨的生命 没有地方去 那你作为一个医生 或者作为一个脑场的老师 你没有化解这段恩怨的话 那你帮助100 200 300 总有一个能突破你的 护法的防线 然后攻击到你身上 所以当时我们就不敢做了 不敢做了 最后 因为我的老师 就是用他的生命教育了我们 所以不到20天我就归一佛门了 所以就跟这个有关 因为我怕死才归一佛门 所以归一佛门以后 我就问我这个师父 就白马活佛 我说 接下来我要去新加坡 帮助21个癌症病人 我说原来我都是一对一 就是说 我接到一个 卧床不起的癌症病人 放疗化疗手术失败的 我就是用5天坐起来 10天站起来 接下来我就是休息5天 然后再去接第二个 那后来呢 觉得自己水平有点高了 然后就接三个 一天三个 做十天 然后休息5天 又接三个 又休息5天 那我说这一次去新加坡 是21个 就2012年的5月24号前 我那时候第一次去新加坡 我说新加坡准备给我21个 那我不会 因为师父刚走 我说我不会 有去无回吧 去了新加坡就回不来了 命就没有了 所以他说没有 他说你这辈子不是死于癌症 你没有这个因 我胆子才大才去 那其实 大家看过我的光盘 在2010年 我帮助了16个癌症病人之后 我到中医药管理局去 有一台很先进的仪器 当时中国只有两台 叫德国的欧豪龙 它能查出你未来5年会得什么病 后来查出我得8种吧 6种还是8种癌症 吓吓得我 然后赶紧跑到韩国的汉针馆 因为我知道体温决定生老病死 癌细胞是39.3度 就离开了 就阵亡了 所以我就跑到汉针馆 汉针馆是42度 它可以穿透皮下1.5寸 所以我在那边坐了10天的脑场 再去检查 没有了 所以胆子就大了 哎呦 10天癌症就好了 隐患就没有了 其实当时还是很微悟的 那 因为大家都看过我的光环 我就不能重复讲太多 因为大家都看过了 我是讲我 4月底 5月初我在台湾 台湾有一个很 就是一个顶级的 一个这方面的专家 然后他查出来 我是肺癌的中晚期 18分 大家知道那个 18分是很严重的 21分就没有救了 他就很紧张 他说你在中国那么好的医院 救过这些癌症病人 你是肺癌的中晚期 他说这样吧 你回到中国以后 一定要去住院 一定要听我的 我不会有错的 我的这个仪器是最先进的 我都是帮最高层的人 他说你要相信我 然后就 因为他觉得我大大咧咧的 没心没肺的 他不吓我一下的话 我肯定不会住中国最好的医院 后来我说不会了 我说过一个月 我再来台湾 再给你检测 就没有了 他就还是很担心 又千叮咛万叮咛 那回来我就忘记了 我这个人也是没心没肺 回来我就去四川 也是那么多 给癌症病人讲课 讲完了以后 我就有七天 特别难过 特别难过 后来我说 是不是这些癌症病人 没有真心忏悔 这些冤情载主 上了我的身上 所以我就要求休息十天 然后练功 忏悔 因为我才开始重视这件事情 因为我就觉得 可能是真的了 因为他那么先进 而且做了这个十八的数据 那后来我就没有去台湾 我就好好练功 练功了以后 我就跟一个好朋友说 我是癌症癌的中晚期 我说我要努力十天 把它化解 因为原来我也是帮助癌症病人 五天做几百十天 站起来 那现在我又要化解 后来他是有特异功能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有个特异功能团队 他一看他说 哎呦 你真的在肺部那里 有一个很凶很凶的 这个冤情载主 是你去救了不该救的人 招日了 他一定让你得癌症 一定让你 那我说那怎么办 后来 那做完功课了以后 他就心软了 心软了以后 就是同意离开 就同意离开 大家就知道 离开了就完全康复了 离开了就完全康复了 所以当时我们在广州 广州这个特异功能 就跟这个 在我肺部住的那个 很凶的游泳在一起聊天 就是能不能 就是什么时候离开 那念完蔡伟三妹 做完其他功德 他就说今天离开 今天离开 他要烧金元宝 银元宝 还有房子 要了好多东西 那当时我一看 这个已经关门了 就是说没有卖这方面了 但是这个冤情载主 就是不同意 就是说今天你不做的话 我就不走了 所以这个特异功能的 也很害怕 就拉着我到这个光孝寺 就广州市中心 有一个试验叫光孝寺 走到那里正好 有一个正在关门 我们马上就跑进去 就买了这些很多东西 然后他又不给烧 他说烧会引公安局过来 在他那个 后来我们就没办法 就是叫他给一个大的铁桶 在上面 烧了二十分钟 然后这个 特异功能说他走了 走了就说你肺癌 因为用那个机器检测 你是这个 那他走了就没有了 那其实我们都爱用 科学的观点去想 我又不能马上去台湾 去检测 那正好广州有一个 给宇航员和飞行员 中国也是有两个 最好的检测机构 有一个在白云机场那里 他说我们第二天去检测 一检测 没有了 就完全健康 而且他就是 还说了一句 他说你已经差不多达到 飞行员的健康标准了 所以就是 然后我才知道 有一个数据是很重要的 就是 拱 大家知道吧 就是一个拱 一个水 牵拱 还有一个什么 我忘记了 因为有时候我记忆 也不上去 他说很奇怪 是我奇怪了 我说 牵拱这个我怎么 都没有 就说 现在农药化肥重金属 那么多 为什么没有 后来他就说 当你修行到 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能没有 他说 其实在那里能检测到 一个人修行好不好 是你的牵拱是没有 是零的 所以就说 我们生活当中 一定是在农药化肥重金属的 这些食品里面 一定是有的 后来我就突然想起 我是2010年 我也在北京 一个最好的检测机构 他检了我的头发检测 我的拱是 就是超过标准 十倍以上 我就说 所以修行的好处就是 七年以后 癌症的隐患没有了 连这个牵拱都没有了 所以就是 讲这个案例 就是告诉大家好好修行 没有错 一切都是最好的案例 所以现在又可以 跟大家在一起讲课 那我们就说五个原因 记住呢 保命先记住 那有些人问我 记住有什么好处 那我说第一 就是记住连根 他的能量能过来 然后保障你的健康 第二 大家可能在网上 不知道看到了没有 就是 就财富的一个最重要的秘密 就是全世界有三千多人 他们控制了全世界90%以上的财富 他们每个人都记得 祖先21代的名字 这就是财富最大的秘密 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啊 拼搏啊什么的 但是财富最大的秘密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脑场的团队 现在又产生一个 福带带的团队 因为脑场的团队是 我们三个团队 第一个是帮助 癌症病人和疑难杂症病人 这是终身做慈善的 那还有一个特异功能团队 也是终身做慈善的 那接下来 两个脑场的团队 再加上一个福带带的团队 那我们拿到 环保救地球的这些用品 来世界第一名的 来产生财富 供养这个第一团队和第二团队 因为他们是不能收费的 所以大家就知道 记住很重要 那我们财富团队是每天都要记住 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因为现在网络记住也是国家认可 而且有效果的 那我们就是 大家都知道 癌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跟记住或者记住方法错误有关系 那我们就是 如果在没有这个条件的情况下 就是找不到祖坟 找不到什么的话 那我们不能去现场记住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网络记住 所以网络记住在中国有一个收费的 一个是免费的 那收费的和免费的 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但是收费的很漂亮 好像感觉对得起祖先 然后有仙女下来 有什么金元宝银元宝 那免费的就很朴素 但效果是一样的 主要是你心到了 心到了 他会过来 那就是记住很重要 在癌症 我们如果接到一个癌症病人 我们团队要去救他的命的话 首先要记住 如果你不记住的话 我们保不住你的命 叫记住连根 很重要 那今天因为大家看过光盘 可能光盘讲得更深入更仔细 今天没有太多时间 因为今天我要带大家念忏悔三倍 还要做脑场 所以就是总共才两个多小时 所以我们就 大家一定要注重这个记住 它跟你的健康和财富 有很大的关系 好 那我们就知道癌症的五个原因 流产痘态的阴灵 前世今生的沙叶 记住问题 食品污染 环境污染 因为食品污染 食品污染和环境污染 它是 目前的医疗手段 可以来解决 这个引发的癌症问题 所以今天因为是在寺院 我就不谈这方面 因为这个是用科学可以的 但是流产堕胎的阴灵 你必须要送走 前世今生的沙叶 你必须要化解 然后记住 记住连根 一定要作杀 这个占了八十五 所以很重要 那化解的七个办法 就不愿人 刚才说了 那忏悔三昧 可能在里面也 说了它很重要的一面 那今天我就不讲这个癌症方面的 我就讲其他一个方面的 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数据 就是这个小孩呢 十岁左右 他学习很差 然后给他家庭教师 他的成绩也是倒数 倒数的 倒数前十名 这种到后十名的 那我们就给他先念一百零八遍的 参悔三昧 就家人带他一起念 在十天内 十天内完成一百零八遍的参悔三昧 然后坚持每天三遍 然后半年以后 他就进入班里面的前三名 就成绩 所以大家可以做事业 我们试了很多都成功了 大部分都是第一名 那人家问我 为什么念参悔三昧 孩子的这个成绩会上来 那我们就说 我们千百次轮回当中 制造了很多杀业 他都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那我们的孩子在上课的时候 他可能十五分钟注意力就被干扰了 就开小差了 那你每天都给他忏悔三昧三变的话 他放过你了 你就很清静地听老师讲课 老师讲什么你就听到了 那你考试的时候他也不来干扰你 因为你每天都三遍 忏悔三昧 忏悔三昧总共才五分钟三遍 所以每天都能坚持 就不占用太多的时间 只要用心就可以 所以这些孩子 你想经过半年 他上课不受干扰 考试不受干扰 生活不受干扰 所以他的成绩就 小孩是天真无邪的 他很干净的 清理完 他就成绩就上来了 所以就是在台湾也做了很多数据 因为刚开始有些人不信 不信呢 又觉得万一是呢 所以就拿自己的孩子来做试验 然后过了半年以后 跑过来跟我说 我们家孩子现在都是第一名 所以我不仅做完这些数据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 回去头痛的这些孩子 比如说爱打什么游戏机 现在我听说有些小孩 一天打游戏机 这样的话你就念参伟三妹 给他回向 这样的话安抚 控制他打游戏机的 这个孩子被控制了 让他放过这个孩子 就是原谅他 他离开了 这个孩子就没有打游戏机 这个影了 所以很多参伟三妹 包括夫妻之间吵架 可能大家在光环里面也看到 比如说这个妻子脾气很大 一摔门 回娘家半年不回来 那丈夫赶紧跪下来念参伟三妹 一百年八遍 基本上三五天 十天八天 生气的媳妇就买菜回来了 所以这点就是很重要 这是一个方法 然后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因为这是普贤菩萨发的十大愿望之一 它很重要 我们可以借用菩萨的力量来帮我们 不知道这个光盘里面有没有 就是说假设你的一个好朋友借了你一百万人民币 然后老不还 说好一年的 三年的不还 五年的不还 还换掉手机了 你很生气 可能要找什么追债公司的去抓这个骗子 最后也抓不到 你自己产生了一肚子怨恨脑怒烦 这个时候我们真心的把这个 因为只有好朋友才能借到你一百万 不好的朋友借不了你的钱 所以你就把他的照片放大放到卧房里面 就给他跪下来 然后每天念一百零八遍 才会三百回向给他 坚持十五天 很奇怪 他会主动来找你 而且他会找到你的电话 然后他最多就说 我现在没有太多的钱 我先还你十万 也要慢慢还 所以这个就是 人在做 天在看 当你诚心诚意 感动天感动地的时候 他在哪一个角落 都很轻易地 就浮出水面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试验 有一次在香港讲课 有个人就半信半疑 但是他也很想做 因为他的同学借了他的钱 四年都不还 他已经头很大了 后来他回到家里面 就跟他的父母说 他说试一下 反正也不受什么损失 就说这个老师 应该不是来骗我们的 然后他就跪下来念 第四天 四个一百零八遍 他香港的朋友就来还钱了 后来他就否定了 这不是真的了 他一定是碰巧了 后来他的父母就说 一定是真的 你都折腾了那么多年了 都拿不到 怎么你真心忏悔 然后才四天就拿到了 那我们还有很多案例 就是今天因为 就不说太多了 因为大家在光盘以后 都会看得到 那我们就说 这个五个原因 还有解决的七个办法 就是不愿人 忏悔三昧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大家都明白 就是他有一个光 来保护着你 然后产生这个能量 那我原来就是 不是佛教徒的时候 然后我给癌症病人 做脑场 我把手放在他头上 需要五天坐起来 十天站起来 那后来我用滑盖穴 大家知道滑盖穴 人类连接宇宙的天线 用滑盖穴来默念 这个南无阿弥陀佛 因为录音是我的录音 我不用动嘴 把手放在癌症病人头上 三天坐起来 七天站起来 所以就是说 默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有一个光 而且有一个能量给他 所以就从 所以现在我们帮助癌症病人 不是十天了 都是七天 就是三天坐起来 七天站起来 我在香港也碰到一个 原始点的老师 他经常来中国大陆教 他在中国大陆可能有一万多学生 后来他发现 他成为大师了以后 他的身体就不如原来 因为你原始点 因为我不太懂原始点 但是我被点过 那这些关键的位置 他一定是住有怨恨的灵魂的 所以你在点他的时候 病人好了以后 病人没有念阿弥陀佛 也没有忏悔 你也没有念 你也没有忏悔 那你要藏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 所以你都是一万个人的老师了 你肯定是点中了一些很凶的 就是冲破你的护法 大护法的这个的 或者就是在因果方面 就跟你连接上的 所以我就发现很多大师 就是原始点的大师 但最后他身体越来越差 我去讲课 他们在海外或者在南宁 在广州他们来听 最后他们也是风一吹就出了汗 然后头晕眼花什么的 所以后来我就说 那以后你们真的是能帮助这个 因为原始点是做慈善的 所以你就说 我们帮人也要有智慧 就是有爱还要有智慧 那我们就是能不能要求 现在我们是做慈善的 那我们点你那个 这个关键点的时候 你能不能跟我一起默念 就不要念出来 念出来人家可能不习惯 就点一下 心里面就念一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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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保护你 那这样的话 它是一种 那如果再能念 忏悔三昧就更好 因为这些 怨愤的灵魂出来以后 他们有地方去 你念忏悔三昧给他 就是给他光和爱 和这个大米白面 或者粮食给他能量 让他送走 所以后来原始点的很多地方 他们就放我念的那个忏悔三昧 他们也在默念阿弥陀佛 这样的话 我们就说 有爱还要有智慧 不然你就是付出这个爱以后 然后三年五年八年以后 你就被疾病带走了 所以就是当我们就说 这个脑场的发明人 也是被癌症带走了 所以这个世界有时候 会有一个很不公平的现象 就是你在哪方面是大事 是专家 最后你一定在那里出事 或者是你家族的人 一定在那里出事 让你丢进脸面 所以我在台湾讲完课 很多这方面的大事 他们回去检讨了一下自己 真的是发现 就是你是哪方面的大事 你一定会在那里 就是叫颜面扫地 所以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尊重阴阳两界的平衡 我们成为大事 这是因为我们让看得见 摸得着的这些很多病人 比如说 这个坐轮椅过来的 拍一拍 四十分钟站起来走路了 就成了大事了 所以我们就说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这里面我就讲到 原来我们有一个特异功能 我当时很崇拜特异功能 因为没有特异功能 我是不相信佛教的 那因为有特异功能 我那么辛苦 十天才能帮助一个癌症病人 特异功能 那个叨叨叨叨叨叨 几分钟就好一个 所以我很羡慕他们 那就讲一个 以后你们可能也会碰到的一个故事 就有一个人瘫痪了十多二十年 他坐的轮椅来 找到我们这个特异功能的老师 那这个特异功能的老师呢 他身上背了一个不太讲理的 能量级别很大的那个魔头 那你想 这个冤情寨主 他一放那个魔头过去 病人又不忏悔 又不 什么功课都不做 也不学佛 他一过去的话 冤情寨主就跑了 就是让这个 这个叫推伦语的这个 冤情寨主就吓跑了 吓跑了 他这个机能恢复了以后 他四分钟就站起来了 那你说会不会很感恩啊 就是我做论语都十多二十年了 这个大师拍拍我一下 我就站起来了 所以他就 大红包 五万十万的都敢给 但是就说 这种干预因果 破坏因果以后死得很惨 因为什么 他这个魔打过去了以后 他跑了 然后你能管他多久 因为他的病人很多 你能管他多久 那这些怨恨的灵魂走了 以后他在虚空里面又招兵买马 最后半年一年又反扑过来 那你不是坐在轮椅上了 你是趴在床上 大小便失去 然后半年起不来 所以我们就提倡 帮助病人要病人先给自己的怨恨在主念参悔三位 就冤冤相报和食料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强大或者武力去赶跑他 而是要化解这个怨恨恼怒反 所以最后我们就这个特异功能的他 我们改变不了他 我们只能叫他离开 因为效果很好 但是半年一年以后 这个病人会死得很惨 所以这个就 它是一个表面的 那我们癌症也是 我们癌症就是用脑场呢 也是觉得很好 五天坐起来 十天站起来 为什么 半年一年 两年三年 他又卷土重来 就没有找到这个原因 那我们就是脑场就解决表面问题 临床康复问题 它还没有完全康复 我们说临床康复 只是割韭菜的上面 它会长出来 完全康复是割韭菜的下面 所以就是说 要帮助癌症病人呢 就是要找到他的这五个原因 就是流产堕胎的阴灵 前世今生的沙叶 技术问题 食品污染 环境污染 你在哪方面 占了最重要的原因 不可能百分之百解决 那解决百分之七十 你已经基本达到 这个临床康复 靠近完全康复 至少不会有 很大的扩散转移的隐患 好 那我们从解决的七个办法 原因五个找到了 解决的七个办法 从不愿人 忏悔三昧 阿弥陀佛 脑场 还有这个 祭祖 放生 发大愿 那发大愿是最厉害的 愿力大于业力 那我们就说 当你 这七个办法 都能解决问题 但是前面六个做完了 还没有解决的话 那第七个 是最后来帮你的 因为我们说我们人类意识的能量级别是平均分数是202分 大家上网百度可以搜索 这个美国科学家发现的 那我们健康人是350分 癌症病人是50到150分 那我们发大愿了以后 愿力大于愿力 无我力它去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我们的心态改变以后 它是一下子升到540分 540分 就是说你本来是50到150分的人类意识能量级别的分数 然后升到了540分 比正常人还高 正常人是350分的 所以你坚持一两个月 我们说40天就够了 那你的癌症基本上就能完全康复 所以这个叫愿力大于愿力 以后在这个可能我们四点钟是提问的时间 再详细回答这个愿力大于业力 怎么发大愿 这个很重要 这是真正的帮到癌症病人 从临床康复到完全康复 一定要发大愿 叫愿力大于业力 那我们就五个原因 七个办法都告诉大家了 那我们上半场 因为休息的前面 那我就 大家知道忏悔三妹很厉害了 我就带大家念忏悔三妹 然后就闭上眼睛坐25分钟的脑场 那畅尾三妹呢 我在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是因为假设今天有500人 可能有一半的癌症病人 我还是讲一个马来西亚的故事 大家就明白了 那有一次我救了一个马来西亚一个很有名望的一个出家人 然后我从新加坡就飞到马来西亚去看望他 那看望他大家都肯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嘛 来了肯定要你讲课 好 我就像这样子讲了 比今天人多了 800多人 800多人呢 有很多都是癌症病人 那我在讲课的时候 就像刚才讲课的时候 因为大部分都是癌症病人 然后新加坡的特异功能团队就在旁边看 他就说我在讲课的时候 这些冤情在这都在上面 就是抱着这种很怨恨的眼光看着我 就说我多管显示 因为这些癌症病人 前世今生要了他们的命 产生了这个血光之灾 他们才附在他们身上 要他们得癌症的 因为流产多胎的伊林 大家也知道 也是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们在这里 当时说800人在那听 有两三千在上面听 就阴阳两届 他们是很怨恨的看到我的 就是以为我是来帮助癌症病人来攻击他们的 所以他们就很怨恨 但当我讲到差不多过一个小时的时候 也是到了这个时间点 我说我带你们大家念三遍忏悔三昧 在新加坡的特异功能 他是看得到的 这些冤金寨主全部在上面鼓掌 就很高兴 因为忏悔三昧是他的粮食 大米白面 是光和爱 他附在你身上来要你的命 堵塞你的血管经络 然后我们一直用保护自己 建设自己肉身的健康长城的方法来 就没有尊重他 所以我们现在是 做脑场是保护我们自己 建设我们自己的健康长城 那我们给他忏悔 是避免他每天都朝我们扔玻璃 扔石头扔炸弹 所以你想他一高兴 那他就放过你了 所以我们后来就做得很好 因为他也不来干扰我 他也不来攻击这些癌症病人 所以后来我们才发现 癌症病人在做脑场之前 一定要念三遍忏悔三遍 不然的话 你做脑场会有一些反应 是他故意制造的 就是说恶心 呕吐 烦躁 然后你想不出来的那些感觉 他都能做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阴阳两界的平衡 才能完全康复 所以我们做脑场是感觉 建设肉身的长城 我们还要保障 来攻击我们的这些愿心在主的 向他们忏悔 而取得一个阴阳两界的平衡 这个很重要 所以又发现了一个更好的状况 就是当我们念完三遍忏悔三昧的时候 因为共修的力量很强大 居然有四分之一的原型在主 离开了这些癌症病人就走了 因为我们在念这个忏悔三昧 他共修的能量很强 他就离开了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病根拔掉 他住在你堵塞你经络的这些愿心在主 离开了 那你才能完全康复 而不是临床康复 那后来我们在台湾 还有在别的地区 然后念了以后 他们都看到 因为他们会统计 走了多少个 走了多少个 所以我们就提倡 以后寺院有这个条件 大家一起共修 大家一起念忏悔三昧 然后如果寺院有一些发心的义工 或者出家人 然后因为在新加坡是每个礼拜六吧 下午的两点到五点有共修 那癌症病人和义工来 大家一起念 这共修的力量很强大 那讲一句笑话 大家就明白了 这个笑话 大家就对蔡伟三昧有印象了 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你们聊天 然后刚刚认识 那你们的冤亲在主也刚刚认识 因为他们也在打招呼 说你是什么乳腺癌 你是什么肝癌 那这个冤亲在主就问 我是七零年被流产多胎的 你是哪一年 这个说我是七六年 所以他们就认识了 那因为这些 他们修行的阶梯次第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附在你身上 他修行是很好的 所以当我们念 蒋忏悔三昧的时候 他就明白了 如果我害死这个癌症病人 如果 如果我是一个冤亲在主 假设我附在下面的一个癌症病人身上 如果我害死他了 他下一世可能变成个厉鬼 我比他弱 他又害死我 所以这就是冤冤相报 何时了 不断地轮回 不断地 这一世你强你害我 下一世你强你害我 那就没必要了 那我们让癌症病人 跟他的引发疾病重大的原因 来忏悔的时候 他放下这个怨恨 灵敌人聪明气倍 他放下这个怨恨 他就能看到 哦 全世的全世 我也害过这个人 所以他心里就平和了 就说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我们说这个世界没有一片雪花 会落错地方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当下发生的任何事情 不管是好还是坏 都是符合宇宙法则 天底下最正确的事情 如果了你愤怒了 你烦恼了 或者你换天洗地了 你不平静了 都是缺乏大智慧的表现 所以就是 当这个冤亲在主放下这个怨恨 他比你聪明气倍 当我们给他参悔的时候 他能看到 哦 假设这里面有一个爱症病人 前世杀了一个狗 或者杀了一个牛 或者杀了一个人 或者他是一个将军 杀了很多俘虏 这些附在他身上 那当他忏悔到一定的量的时候 这些冤亲在主 这些怨恨的灵魂能看到 在千百世轮回当中 有一世前世 他也害过这个癌症病人 所以他心里就慢慢地 就放下这个怨恨 那好 你给我参悔三妹 你给我念佛号 多少多少 我借的这个能量就离开 因为离开也得要传票 要机票 所以你就是给他光爱和粮食 大米白面 那我们在念参悔三妹共修的时候 为什么共修好呢 那假设今天有三千个 愿秦在主也在听我讲课 下面是五百 上面是三千 那他们也在聊天 那我们一念参悔三妹的时候 先觉悟地走了 先觉悟地走了以后 可能旁边我们就开玩笑 就说刚才说好不走的 你怎么走了 那他走到那边又回来说 那边有光明很好 化解这个恩怨 避免轮回 就是冤冤相报和粮 所以他共修的力量就是 一个走了会带走 影响这些不太坚定的 还没有放下怨分的 最后他也走了 所以共修的力量就这点好 所以我用一个很通俗的讲话 让大家明白 所以等一下在大家念参悔三变三变 那假设这里有三千 那也走了百分之二十五 走了四分之一 所以很多疾病就是在这种 讲课 共修 然后忏悔 然后让他们 冤亲在主也慧命打开灵魂觉醒 他也放下了这个怨恨 这点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在国外的讲课 也说讲讲讲 又好一个 讲讲讲又好一个 就是不是我有多厉害 是因为他觉醒了 附在他身上的冤亲在主 也觉醒了 所以这个 那我们就 一下就能帮到很多人 所以后来我就不会接一个癌症病人五天十天 那一讲课几百个 至少有一半听得懂 所以这一半就有救了 所以有时候 讲课的力量很强大 因为他能让一半人决心 至少有一半人决心 又让一半人 即使是半信半疑 他也进来了 所以我们 我昨天在香港就说了一句 癌症病人非常不爱听的话 但是它是真话 就是说 在癌症面前 就面对癌症 在癌症面前 所有的大师都是笑话 在癌症面前 所有的大师都是笑话 就是你才是你生命的大师 如果你不认识到这一点 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如果你只是用外求的方法 那真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因为我们就说 五个原因找到了 七个解决的办法 我即使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师 我也只能帮你解决割韭菜的上面 没有解决割韭菜的下面 所以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还会扩散转移 所以就说 我们再厉害 我们不能帮你操不愿人 不能帮你念忏悔三昧 不能帮你记住 不能帮你做脑场 不能帮你放生 不能帮你发大悦 所以最后还得靠自己 所以我们最后要发现 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 最厉害的科学仪器 也造不出一个你来 因为你身上的每一个零件 每一个细胞 都是当今科学 没有办法造出来的 没有办法超越的 所以你是谁造出来的 你才是你的大师 你把你造出来了 所以就是你完全可以认识到 你是可以救自己的 所以就是我们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 还有以后我在海外的所有课程 都是要告诉你 你才是你生命的大师 外球三十分 内球 内心一转变七十分 所以你一定要转变 一定要转变 那我再讲一个故事 今天可能话多 再讲一个 我讲它也是为了鼓励大家 因为有些人的心态 就是很强大 你丢一根火柴过去 碰它就燃烧了 它就能量很足 它就自救了 那有些人就说 你泼了汽油 又丢一个火把 它都燃不起来 所以这个神仙来了也救不了 落到水的门 你丢个游泳圈给它 它都不伸手 它要抓你的手 都不要抓游泳圈 那也是讲到 应该是二十多天前 有一个癌症病人在北京 他是骨癌 躺在医院半年了 不行了 他也放弃了 全部都放弃了 然后突然就是得到了 我的可能是在台湾讲课的光环 第一集到第四集 你们是不是看这一个 对对对 他哎呦 这个人就很 最后一个救命稻草来了 然后他从夜里三点 看到早上八点 他就觉得他有救了 他为什么觉得他有救了 因为他内心很强大 他为什么内心强大 说出来大家就笑了 他是做安利做得很好 因为做安利的人 我听说不被拒绝五次 不被骂五次 他还会打电话给你 所以我们要向他学习 他内心很强大 内心很强大 他觉得他能有希望了 其实观念一转就有希望了 癌症病人70%是吓死的 所以最后就是 他说他有一天我写日记 我说我这一世 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是祈祷不要有人请我吃饭 因为我吃饭不爱讲话 因为人家一请我吃饭 我要讲很多话 这样的话气质胃 胃会痛 所以我很怕人家请我吃饭 所以我写日记的时候 我就写 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是祈祷不要有人请我吃饭 那他看到了以后 他说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就是能在生命最后的那一秒 能看到李老师 他蛮会写的 所以我也蛮感动的 但是我就告诉他不可能 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北京 你自救努力 那他的命也蛮好的 就是突然有一天 我是要去北京休息十天 因为我不是得了肺癌中晚期吗 我说我去北京休息十天 那都是保密的 我就在北京去忏悔 去做功课 把愿意带着送走 那到了北京 他就知道我到北京了 他就一直在恳求 他说这是我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愿望 看你一眼 你可以不做什么 我就看你一眼 因为很近 我住的地方里很近 那我算这个时间 我要算到我 十天结束了以后 我恢复了健康 我才能去看他 不然我也带一个 很凶的愿意带住 去看他 富到他身穿 他就倒霉了 那我就说 好 我到了北京五天以后 回答他 五天以后 我一定去你这个医院看你 我带一个北京的老厂老师去 所以这个人的信念 和这个强大的内心 就是他自己已经建设完了 他还是卧床不起的 当我告诉他 五天我要去这个医院看他的时候 因为他也很珍惜这次机会 他第二天就做起来了 他做不起来的 因为骨癌已经那个了 第二天做起来了 他为了展示出他有希望 第三天他下床 走不了 他用力走了三步 然后又回来了 就又躺在床上 所以你想 他就站起来了 走了三步 然后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他能走十多米了 走十多米了 那到了第五天 因为我也很忙嘛 做自己的事情 第五天 我正要去 就带北京老师 他说 李老师我出院了 他说如果你想到医院来看我的话 那我就在医院多赖一天 就说我可以出院了 我在医院等你 我说 哎呦 能离开医院快点离开 我说我去你们家看你 所以去他们家就看他 然后也是告诉他 他癌症的原因 在这个五个原因里面 哪一个站呢 最重要的一部分 让他好好地去 忏悔三妹化解 那这样的话 因为也有流产堕胎的英灵嘛 那我就说 因为有一些寺院是很有慈悲心的 他在网上公布 就是你只要都是免费的 就是把手机号码名字 然后发过去 他就把你流产堕胎的英灵超度走 但超度走 你是借用外力 你还是借用外力 所以你一定要不断地念 忏悔三妹他才不回来 不然的话送走了 半年一年又回来了 到时候你还说 这个寺院是假的 骗人的 其实是已经送走了 但是因为你这个心 都没有忏悔的心 他又回来了 所以我们就说 一定要多念忏悔三妹 然后把他送走 所以大家就知道 念力很强大 那我再讲一个 大家又更清晰了 就苏联做了一个试验 就请了十几二十个特异功能大师 然后有两三千个观众在那里看 就是这个云一团云过来 然后特异功能大师 就用这个念力 让这个云散开 散开就像花一样散开 大家很漂亮 因为特异功能 大家都觉得他们能做得到 然后散开又合起来 又散开又合起来 那观众就鼓掌了 我们苏联真伟大 有那么多特异功能大师 云过来就可以散开又聚起来 散开又聚起来 其实他们在做试验 然后接下来 是由这些观众来散开和聚起来 和特异功能一起 那这些观众就很高兴吧 那不就是用念力 希望他散开 然后再聚起来 也成功了 但是其实是试验 特异功能大师没有一个在工作 所以就说普通人也可以 只不过普通人可能要比较多而已 他这个念力就很强大 那我们水之道答案里面 也有一个影片 就是日本有一个很大的湖 它污染了 用了很多工业的元素 都不能处理它 科学家也没有办法 那一个老人家带了两百个人 面对日本的一个大湖 就赞美他 就赞美他 过几天那个湖就赶尽了 所以日本的报纸宣传了半年 你看就是念力有多强大 那就说苏联这个特异功能的 这个团队做的这个试验 就知道普通人也可以 普通人也可以 只要我们加强训练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 只要超过两百个人 他的念力就很强大 那当时我看完这个影片 2012年的7月份左右 我在南京 南京市中心有一个北京东路 有个玄奘寺 我当时在那边讲十天的课 那最后一天我就想做试验 因为说好三十个的 第二天六十 第三天八十一百 最后那一天是两百二十个 那不是过两百了吗 我就把一个癌症病人 叫到舞台前面 让他站在那里 这个癌症病人已经应该有七八天 就是叫便秘 就上不了厕所了 就很难过 那我们就两百二十个人 同时念他的名字 赞美他 祝福他 鼓励他 给他勇气 然后五分钟以后 他就跑出去上厕所了 然后五分钟以后 然后他也很可爱 因为是个老人家 老太太 然后五分钟以后 他从厕所出来 他说太舒服了 他拉了一盆出来 他说以后有这种的 他就参加了 所以后来我们在新加坡 也开始把这些癌症病人 一个个地叫到台上 然后几百个人 同时给他鼓励祝福 念他的名字 所以这个念力很强大 后来我就开了句玩笑 我说 因为本来这个约庆宰祖 想要他命的 他一看到几百个人都在帮他 那这个 他就说 这个人真有面子 所以他也得离开了 所以就开个玩笑 但是是真的 因为他看到那么多人 愿意帮这个人的话 这个约庆宰祖 也会慢慢地感化 他就离开 就他有做多少功德 才有那么多人帮他 所以我们就说 平时我们祭祖 是一个很重要的层面 那还有另外一种祭祖 就是因为我们有网络祭祖 还有到坟地上面祭祖 那还有一种祭祖就是 我再讲一个故事 就是我去帮助一个剑动人 中国有二十万剑动人 就是全身动不了 然后眼睛睁开就闭不上 然后都要为那个流石 那这个剑动人的妻子是福建人 我们都知道福建人好像在祭祖 还有在学佛方面 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 那我们去帮他做一次放生 在北京 我们很早 我们想递一个去 然后到了这个寺院门口 因为太早了 我们才发现这个丐帮帮主很厉害 知道这一天是一个什么节日 肯定能要到很多钱 所以几十个乞丐就在那个寺院的门口 就讲一些很恭喜的话 那我当时是有一点抵触的 因为我就觉得 这些人家里面都有野树的 他们只是化妆成乞丐 在这里骗钱 那我就不会给他钱 那按我当时的性格 没有觉悟之前 我肯定不给他 我就直接走到寺院门口 不理他们 那人家这个学佛的人 他就很清楚 他准备了几百块钱的 那个叫钢蹦 一块块的 那平时的话 可能给一两块 这些乞丐就站起来 什么恭喜发财 好运常来就完了 那你给他五块的话 他会站起来 会讲很多赞美你的话 他全部给了 所以他带了几百块钱那个硬币 我还觉得他被骗了 但是我们做完这个法事 中午 这个 见动人的妈妈打来电话 说你们做了什么事情 他说 我儿子会说话了 因为两年嘛 在见动人都不能说话 他会说两个字 一个是好字 还有一个是末 因为他老婆姓末 一个好 一个末 后来我就突然明白了 这是另外一种 方式的记住 因为这些虽然是乞丐 他们可能假设 他们要骗人一千次 他们要骗人一千次 你在第999次 或者998次 把这个钢笨给他了 他就离这个开悟 或者放下这个乞讨 就接近了一步 也是另外一种功德 而不是说 我们去帮助他 骗人什么的 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 他的上面 就是龙脉 后脉 也在看到 我这个乞丐的 叫什么 龙子龙孙 不争气 这一次 多落为乞丐 所以他也希望有人 去帮助他的龙子龙孙 那你三块五块 三块五块给他了以后 他这个三十多个 乞丐的这些祖先 在那边 阴阳良间里 他们会来帮助你的祖先 因为你在这边帮助了他 是平衡的 那边他也要帮助你的祖先 所以为什么 后来我就突然明白了 他怎么就能讲话了 就是因为 是冤亲在主控制他 他才不能讲话 那他那边 有这些阴阳良间的团队 去化解他 去劝架 或者去帮忙 那冤亲在主给他面子 就离开了 所以我就说 我们祭祖是一个正能量的祭祖 那我们就是广结善缘 说好事 做好事 说好话 这也是多帮助一些 这个苦难的这些众生 因为他们的祖先 也看到他们 因为造了业 然后他们在这一世过得很苦 那有人帮他的话 他也在那一届帮你的祖先 所以这就是平衡的 所以叫万物有灵 我们就是 多做善事没有错 是另外一种祭祀 我们准备两点三十七 都讲了多久了 一点半开始的 我们就开始念这个忏悔三昧 因为大家已经知道忏悔三昧的厉害 很多人念完 会有一股能量 或者一种解脱 因为他附在你身上的一些要在的 三变以后已经走了四分之一 你应该也能轻松四分之一 没关系我念得很慢 我念一句 大家念一句就行 好 第一遍 无论是过去 现在 或是未来 因深口意的造作 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 或因深口意的造作 所招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 不管是身体上的 还是精神上的 还是精神上的 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 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 并惭愧地忏悔 并惭愧地忏悔 因为无名 因为无名 因为闻四种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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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量劫来 无量劫来 我们彼此伤害 我们彼此伤害 愿愿相报 往受诸苦于六道中 无有出奇 我们都希望解脱 我们都希望解脱 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 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 无精神的痛苦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你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轨道 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轨道 非人众生 得闻佛法 投生善道 趋向解脱 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 或非人众生 或非人众生 分享我善业的功德 分享我善业的功德 并回答 善灾 愿一切众生 分享我的功德 愿一切众生 分享我的功德 好 在念第二遍之前 我再讲一个故事 大家会见得更好 因为2013年我在山东的泰山脚下 有一个室叫泰安 可能叫泰安 因为当时也是给一百多人讲课 讲课呢 有一个特异功能的人 他叫神针 他针就很厉害 比如你牙童 他一针 他就好了 我就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失血 所以他在治病救人的时候 人家也不忏悔 就上来一条 他有特异功能 他看得到 上来一条蛇 就附在他身上 所以普通人看不到 他看得到 所以这个蛇在颈椎这里 他就得颈椎病 到腰这里 他就得腰痠陪疼 所以按摩呢 它是能缓解 但是根源还在 就按摩只能得三天 他又回来 所以有些人按摩一辈子 这个阴没有解 所以果还在 所以只能缓解 那他也很知道 他每天都跟他商量 这个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他给人家治病的时候上来的 都就是不走 但没想到我们在山东讲课的时候 一百多人 然后我们念三遍三遍三昧 那个蛇告诉他 他可以走了 但是能量不够 走得不好 他在等一等 所以他就很高兴 他没敢跟我们说 因为第二天念完 那个蛇就走了 所以他就很高兴 但他也没敢说 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 因为就是三天的课 三天就结束了 那个蛇又来了 他说你怎么又来了 他说我去的还是不太好 他说我在等第三天 集体念这个能量 就能走得更好 所以第三天一念完 他就离开了 而且去到很好的地方 所以他就不管不顾的 跑上来抢我的话筒 他就来分享它 他说他的颈椎和腰椎 彻底的好了 因为那个经过三天的 一唱了三妹才九遍 他就好了 所以他很感谢我 每次到北京他都来接我 或什么的 因为他就觉得 共修的力量很强大 那我在台北也是 在台北有一次讲课 有一个台湾的特意功能 他没有告诉别人 他是特意功能 所以他能看到很多病人身上的冤亲在主 他去跟他们商量 就离开吧 冤冤相抱和说 他那么多年来 这些冤心太主都不理他 所以他也很痛苦 看得到帮不上忙 他又很有爱心 但念完三遍 忏悔三妹以后 很多都走了 他就看到很感动 所以他就结束了以后 他就跑到楼上去找我 他就说他有这功能 他都看得到 但是他说因为他没有能力 他看到更烦 所以他就说 你能不能找这个大师把我关掉 我不看 他说我看了 这些冤心太主也不走 我自己还难过 但是他就说 倡伟三妹真的很强大 所以我们发生了 全世界发生了很多 因为倡伟三妹得到利益的故事 包括自己的父亲得癌症 父亲不信佛 然后女儿在家里面 就是加倍地念 一百零八遍 十多天以后父亲也出院了 因为什么 父在女还 冤心太主 就是要他爸爸命的 到了他女儿身上 他到寺院去送走 所以倡伟三妹 就是他也可以一个叫互助 就是说 当你有爱心去抢救一个人的话 那你帮他念三倍的倡伟三妹 一天一百零八遍 你坚持十五天 要他命的东西到你身上 但我们这个是要提倡安全 我们要到寺院去做 因为可能来的时候你会很不舒服 会头晕 眼前一黑 那旁边也高声大德 就帮你把他送走 就比较好 因为我们就说 癌症它是有贡业的 就一个家里面 如果有一个癌症病人 这个家族二三十个人一定是有一个贡业 所以这个癌症病人的阴不化解 他的这个业力不化解的话 他就死了 那这个家庭里面三五年以后可能还会来第二个癌症 因为贡业没有解除 贡业没有解除 所以我们就说 癌症病人的家属一定要多关心点癌症病人 因为癌症 能得癌症是因为他在这个家里面 怨恨恼怒烦比较多一点 然后又爱失眠 又爱想不通问题 所以先找到他 那他的问题不解决的话 家族的工业不解决的话 那家里面还会接二连三的出现癌症病人 所以说癌症不是一个人的事 是整个家族共同要面对的事情 好 我们第二遍参回三妹 念得好 走得多 就送到更好的地方去 无论是过去 现在或是未来 因深口意的造作 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 或因深口意的造作 所遭感的诸多不顺何苦难 所遭感的 所遭感的诸多不顺何苦难 不管是身体上的 不管是身体上的 还是精神上的 还是精神上的 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 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 并惭愧地忏悔 因为无名 因为文四种真谛 无量劫来 我们彼此伤害 渊渊相报 往受诸苦于六道中 无有出奇 我们都希望解脱 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你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轨道 非人众生 得闻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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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生善道 投生善道 趋向解脱 趋向解脱 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 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 或非人众生 我非人众生 分享我善与的功德 分享我善与的功德 并回答 散灾 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 在念最后一遍之前 我再讲一个艾滋病的 因为艾滋病的我们没有做很多的研究 因为都是帮癌症病人 因为我上次在成都的一个寺院 没想到来了蛮多艾滋病病人 所以他们递那个条子给我 因为当时我没有时间就没有回答 那今天就补一下 两年前有一个艾滋病病人 他也做脑厂 也做了一种什么饮料 我忘了这个叫MMS溶液 就是脑厂加MMS溶液淘宝网网友卖 好像是一块钱一瓶 他们就来喝 效果也很好 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那我也不关注这个 我当时在新加坡 有一个艾滋病人 他就在医院 深圳一家医院 他就全身 因为我不太了解艾滋病 全身已经溃烂 医院就说 他的指标超过多少倍 已经救不了了 所以他就微信发给我 就说能不能救他 后来我说我对艾滋病也没有研究 我说我现在在新加坡 这样吧 你试一下 因为他没有试过忏悔三妹 我说能让你的艾滋病的冤心在主 如果你向他道歉忏悔 他原谅你了 离开了你就好了 但是我也没有信心 因为没有做过这方面的 我说那现在你也没有救了 你就念吧 我说你就别按那个一百零八遍念了 你能不能每天念六个小时 我说如果你按我的经验 如果你念到三个小时 默念不用念出来 因为念出来太累 因为他们已经最后那口气也没有了 就默念 我说如果到三个小时以后 你能流泪 就说不是你哭 是他哭了 那你就有希望了 他就离开了 因为你感动他了 我说这个时候 你是被控制哭的 就是你都不知道 可能衣服也湿了 被子也湿了 你一直在那里流泪 不是你哭 是他哭 他感动了 那他就是 基本上他很奇怪 也就三四个小时 他就哭了 因为不哭也没救了 因为全身都烂了 旁边还有很多艾滋病的人 他也觉得 也不能干扰别人 就自己默念 没想到十五天出院了 医生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上班了 所以本来我想叫他出来做一个宣传或者广告 他说 哎呀算了我还年轻 今晚要结婚 他说你在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 如果你真心忏悔之后 你莫名其妙地哭了 衣服也湿了 包括癌症 还有很多都会好 所以今天就教给大家这个忏悔三妹 真的很强大 就是化解阴阳两界的恩怨 然后我们阴阳两界平衡了 疾病才是真正的好了 才是真正的好了 我们外在的东西 它是解决一个表面的问题 它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你做过什么错的事情了 所以你才会生病 你知道了 我们开个玩笑 就是说 我们千百次轮回 到了这次 长得好的 长得不好的 有钱的没钱的 然后慈善家 或者贪官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给你什么样的称号 我们都是双手沾满了鲜血 来到这里 劳动改造的 我们是来地球劳动改造的 我们不是来花天酒地的 也不是来虚度年华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这辈子觉悟的人 特别是能进寺院的人 就是说 我们用一半的时间 红尘滚滚 谈恋爱 结婚 生日 做好工作 然后过好生活 必须要拿出一半的时间来忏悔 为自己 无始结以来做过的沙业 双手沾满的鲜血忏悔 你才有得到涅槃的机会 才能得到更好的一个轮回的机会 所以觉悟的人走进寺院 所以我在寺院赶讲 因为没有信仰的 你跟他讲 他以为脑子被门挤了一下 这个人神经了 对 以前我们去帮助一些病人 他是很顽固的维护主义者 我说你流产多胎过三次 那个阴灵 他就说 留了就留了都没有了 我没有罪 我为什么要忏悔 所以不懂 叫无知者无畏 所以我们就说 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跟没有觉醒开悟的人说了 正确的话 引发了对方的烦恼 也不是犯罪 也是造业 因为你给他起了烦恼 他以后还放佛 所以沉默是尽 所以说 当老师有时候比较吃亏 说多了 说多错多 所以真正的大师 是不爱说话的 点头微笑 所以我在香港讲课 他们说 李老师以后出家 五年以后下三 六十岁 他是大师 那个时候你再问他 他就点头微笑 不说话 所以香港人很聪明 趁到现在他还不是大师 可以问得很多问题出来 他敢说 胆子大 以后他是大师了 他就说 这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个就是 这世界没有错的 对 笑一下就完了 我们最后一遍 最后一遍就更有感觉了 癌症和艾滋病的故事都讲了 所以以后有艾滋病也不要怕 真心地忏悔 让这个月经赛总原谅你开胎 这才是解决根本问题 无论是过去 无论是过去 现在 或是未来 或是未来 因深口意的造作 因深口意的造作 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 被我伤害过的因缘众生 或因深口意的造作 所招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 所招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 不管是身体上的 还是精神上的 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 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 并惭愧地忏悔 因为无名 因为文四种真谛 因为文四种真谛 无量劫来 我们彼此伤害 我们彼此伤害 渊源相报 渊源相报 往受诸苦于六道中 往受诸苦于六道中 无有出奇 无有出奇 我们都希望解脱 我们都希望解脱 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 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你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轨道 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轨道 非人众生 得闻佛法 投身善道 趋向解脱 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 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 或非人众生 分享我善业的功德 并回答 善灾 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 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 是休息还是做脑场 现在两点半 好 那我们就开始 二十五分钟的脑场 然后我们 因为先讲一下 这个脑场音乐是美国一个音乐家 他在打坐修行的时候 接引过来的 所以这个音乐目前在全世界对癌症的帮助是最大的 但是他也要求 这个一定要做子弹 不能拿来收费 所以这个脑场 这二十五分钟 他的音乐 是全世界最好的帮助癌症的音乐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 他是打坐修行得来的 而且人家也很慈悲 这个音乐是不能收费的 在全世界 是他宣布的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做脑场的时候 要注意两个 一个是放松 一个是旋转 放松和旋转是脑场的最重要的几个字 因为我们不放松 我们产生怨恨恨恨恨恨 我们碰到了不喜欢的人 我们产生了心里面的纠结 我们纠结在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就痛 就不痛就痛 所以怨恨恨恨恨恨 五颗大毒丸 叫什么 吃半粒就瘫痪 吃一粒就瘫痪 所以愿和脑都反送我们的 要面对的 要化解的很多课题 那旋转呢 那有一个癌症的专家讲得很好 他说我们太阳围到宇宙在旋转 地球围到太阳在旋转 所以我们一直在动态中 不断地按照一定的规则在旋转 那我们人站在地球里面也是在旋转 其实我们虽然感觉不到 但是我们真的是跟宇宙的大频率 大频率在旋转 但是我们生病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 或者我们的情绪 或者说我们的冤心在主控制了我们 然后产生了一些怨气 那这样的话 我们身体本来正常的旋转 被一个负能量 或者一种怨恨把它停止住了 或者旋转速度很慢了 那假设在你的乳腺癌病人 那就是在乳腺这里 那子宫癌的病人就在子宫这里 那肝和肺就在那里 所以就说我们如果放松旋转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不通的地方通过一股能量 刚才我们说我们念力很强大 相信自己的念力 然后经过不断的努力我们就通了 通了就解决问题了 所以脑场它是解决一个 虽然是二十分 但是它是解决肉身的一个健康场所的问题 所以我们放松旋转 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如何发现自己是对的 第一如果你发热了那是对的 那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五的人 他会发冷 就是他寒气特别重 他破掉了他一个寒气 他放出来的话 他会发抖 这个有 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发热的 发热对了 发冷对了 只要对一个就行了 还有 你放松了你才能睡觉 因为今天睡不了 一个大家都做的 如果躺在床上的话 三五分钟就睡着了 旋转到颈部 胸部都睡着了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发热 发冷 睡着 然后都是很好的效果 那如果是做完了 什么都反应都没有 这个要检讨一下了 所以我们就是 速度不要追求太快 就慢慢的一分钟 一圈到两圈的旋转就可以 因为你旋转快了 你就不放松了 我们要求放松 所以慢慢旋转是放松 那今天 我预感到等一下坐 我会衣服都湿透了 那下面可能会有一半的人 衣服会湿 这是正确的 放松旋转 像那个末延慢慢的旋转 一分钟一圈到两圈 那有些人 那有很特殊的人 他是转得很快的 这个我们不提倡 但是有些人是这样 他不转快 他就不会转 所以就是说 允许这种有特性的人转快 但是我们绝大部分的人 是慢慢转 那有些人是站到 做脑场就很好 有些人是坐的 有些人是躺的 那就是我们回到家里面有条件 你就寻找你站的坐好 还是坐的坐好 还是躺的坐好 那有些人修行的人 他是打双盘才好 所以就说你用你最舒服的状态和姿势去做脑场 那里面就讲到太阳的一道白光照亮我们的头领 有一半的人就说看不到 看不到也没关系 因为有一半的人真的看不到 那有一半的人是看不到 因为左脑发达和右脑发达的问题 那看不到你发热了 你发冷了 或者是产生其他状态 那都可以 都是对的 睡着了 都是对的 不要追求这个 我为什么看不到这个光 你一纠结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放松和旋转是最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看过光盘 我就不用讲太多了 那现在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坐 因为我知道我只要一带大家坐我的衣服就是了 那你们也会有一半会发热 衣服会湿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闭上眼睛 全身放松 然后这个手心呢 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 就手心朝下放在腿上 如果你没有高血压 就手心打开 好 我们全身放松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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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灯 可以关灯 因为这个 这个义工说 很多人都不会 要我再讲一遍 好 我就讲一遍三种转法 第一个是苹果转法 苹果转法呢 它的得分是七十分左右 那也很好了 那就说 太阳的一道白光照亮我们的头顶 我们就想象一个苹果放在我们左边的眉毛 然后左脑右脑顺时针旋转 这个苹果就移到中间 右眉毛 然后右耳朵 然后后脑勺 左耳朵 然后这个苹果一直在慢慢的 每分钟一圈到两圈旋转 然后说到颈部的时候 这个苹果就下到颈部旋转 说到胸部的背部的时候 就到胸部背部旋转 说到腹部腰部 左腿右腿 左脚右脚 这个苹果就往下走 就可以了 那苹果转法 它是七十分 它有这个 我们唯物主义者比较容易想得到 这个苹果 它就是在转的时候 它也可以拉动你这个头部的这个细胞 在有点像我们甩一个球一样 它慢慢的给它弹起来 这是七十分的 那还有一个八十分的 是水转法 我们身体里面有百分之七十的水 我们眼睛是九十 我们骨头可能四十 平均是七十 哪个地方生病了 就是那里的水出问题了 不旋转了 一坛起水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哪个地方痛了 左肩痛了 肯定左肩这边的水就出问题了 那我们身体里面有百分之七十的水 那我们就想象我们在一个瀑布下面 打坐一个山 山谷下面的瀑布 然后这个瀑布从天而降 白色的瀑布从天而降 然后从头淋湿到脚 因为白色的瀑布也代表透明干净能量下来 那我们更直观一点就拿个雨伞放在头顶 开始顺时针慢慢地旋转 这个水花落到雨伞上面 它就甩出两米远左右的浪花 顺时针的旋转 那我们就想象这个浪花 慢慢从头部下到颈部 到胸部背部腹部腰部 左腿右腿左脚右脚 它身体里面百分之七十水 就损到这个白色的浪花的能量下来 通过全身的毛孔甩出去 甩出两三米远 这样的话很多正能量进来 综合了把负能量通过全身的毛孔就甩出去了 所以它是一个意念 所以就是说苹果钻法七十分 它百分之百人当场就能会 那水钻法的这个可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大家不用纠结 因为这个音乐都在网上都有 你们可以回家练 那第三种是最好的 可以达到几十分到满分的 叫光钻法 光钻法就是我们想象我们在一个原始森林的树下打坐 然后太阳从海面升起来是红色的 然后慢慢往上走它就变成金黄色了 然后这个光照下来穿越原始森林 大家已经看过一些电影 这个阳光穿越原始森林 它因为那个光柱从树叶下来 那有一柱光就包住你了 因为你的树根下 包住你了 然后就开始这个光的能量就开始 这是顺势针的旋转 顺势针旋转 然后转到头部 头像电动炮一样就亮了 它又很亮了 转到颈部 颈部就像电动炮一样就亮了 转到胸部背部就像电动炮一样就亮了 腹部腰部亮了 左腿右腿亮了 左脚右脚亮了 所以它光嘛 我们这里是黑暗的 然后突然打一个手电筒 它那个光就来 光来了就亮了 那我们想象 我们是一个蚂蚁 被一个手电筒照了 这个光是360度的包住你 慢慢地旋转 然后慢慢地透明 慢慢地把这个不好的讯息 而负的能量通过排出去排出体外 所以就是光这个可能有一半的人能会 然后水这个有80%的人能会 苹果是100%能会 所以我们不要纠结太完美 那我们可以这样 诶 我们转到头部的时候是苹果转法 可能做到修风的时候 我比较适合做水转法 那我也可以变成水转法 那可能转到这个腿部的时候 进入光转法也可以 你可以很独立的 我今天就做苹果转法 明天做水转法 后天做光转法 或者我一辈子就做苹果转法 都可以 最主要是放松旋转 因为放松你紧绷的疾病的病灶 才会有机会通过这个旋转 打通这个能量进入 所以放松和旋转 是脑场的最重要的几个字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脑场的时候 五分钟以后睡着了 这个你是最高分的放松和旋转 所以我们鼓励癌症病人睡着 因为癌症病人欠了睡眠的债 所以我们要癌症病人迅速的还债 因为癌症病人在罹患癌症的前十年和前八年 经常失眠 所以他欠了睡眠的债 那癌症病人欠了三个债 大家已经看完影片就知道 一个哭的债 一个笑的债 一个睡眠的债 那今天我就不说了 因为影片里面都有 好 我们等一下选择苹果钻法的你就做苹果钻法 水钻法的就是水钻法 光钻法就是光钻法 那有些特殊的人才 你就可以打乱自己做 最主要是放松和旋转 那等一下看看做完了以后 有多少人出汗的举一下手 现在我们开始全身放松闭上眼睛 可以关灯进入一种放松的状态 那昨天我在香港还讲了一个更高级别的 更高级别的可能今天做不到 但是以后可能我可能不再有机会给大家讲课了 因为我满世界走 那这个最高级别的今天说一下 就是说万物为一体 万物为一体 就是当我们做了三个月脑场以后 我们被融化了 我们融入这个大宇宙小宇宙了 我们身体都融化了 就是头部放松 其实头部已经不存在了 颈部放松 颈部已经不存在了 胸部放松 胸部被稳 都全部叫 有一个自癌症的寺院叫广东华州南山寺 它就是叫舍命全交阿弥陀佛 就不管好的坏的 我念十遍 舍命全交阿弥陀佛 那现在也是光过来了 我们跟光融为一体 我们好的不好的都进入大宇宙的万物合一的轨道里面 就是说把自己融化了 把自己彻底的放松了 这个是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境界 以后慢慢体验 因为今天第一次可能就太深了 慢慢来 不着急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苹果传法、水传法、光传法 你们三选一 好 开始 头部放松 后面 后面 别忘了 手 知道 美 继终 你看 所以 compl 胸部、外部、法、俗 就是完成,全界这些有缘的人 都是先完成我们脑场三个必需作业 就是不愿人超一遍 尚悔三昧,默念一百零八遍 阿弥陀佛默念一万遍 你就是我们的有缘人 如果你不念的话 那我们也没有叫什么 叫天与虽大 这个叫什么呢 对,不认无根筑草 我法无边,不度无缘之人 所以就是佛度有缘人 我们救不了全世界 我们救不了所有来这边 我们只能帮助有缘人 他们听懂了,然后自救成功 听不懂 那我们是做慈善的 讲完我们就换另外一站 所以大家在两个小时 或者三个小时之间得到的 那就得到 但是没关系 因为现在已经开放了 所以大家可能在百度一收脑场 所有的在海外的讲课 全部都能看得到 所以这个在一年前是没有的 所以就是说也是天时地利人 那我在简单地讲我们 就是愿力大于愿力 因为我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就说一下 那原来我们去救一个老板 他就是我们学佛也刚刚起步 然后对愿力大于愿力也不是有很深度的了解 那他捐了四千万 盖了一个大神宝殿 就是我们就认为 哦,这个是大愿 但是后来才发现不是 就是每天能坚持做一件力所能及的 无我利他的小事 坚持一辈子才是大愿 所以这个大愿跟钱不太有关系 因为老天爷也不要你这个四千万 也不要你一百个亿 他就要你在发大愿的时候 相信发愿行动 在那一念在那一秒 你的心转变了 无我利他了 反倒是这种力所能及的 我当时讲课的时候就说 大家都能做得到的 我是一个癌症病人 我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那我发了大愿以后 我原来的意识能量级别是50到150分 那我发大愿我就变成540分了 那我们就在不断地修复 一股能量一直在修复我们破损的细胞 那我住在二楼 然后每天我六点钟起来打扫三楼 二楼、一楼 还有一楼旁边的周边的环境 那可能我需要一个小时时间 因为我是病人 我动作比较迟缓 但是在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无我利他的 我不需要发奖金 不需要发工资 我也不需要表扬 就在名利上面我都放下了 我就是无我利他的做完这件事情 因为我力所能及 你要我做这个 改变地球或者噪音做大桥 我做不了 那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心是无我利他的 最主要是什么 是坚持一倍的 所以坚持是成功的最大保障 很多人都是中途放弃的 所以坚持是成功人的最高的品质 你问这些成功的人 他们大部分99%都回答坚持 所以坚持这两个字很重要 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分水力 就是这两个字坚持 所以每天做一件力所能及的 无我利他的小事 坚持一辈子就是大愿 因为这个之间你是无我利他 那这股能量就下来 540分的能量来修复你破损的细胞 这点很重要 那我就说捐4000多万这个老板 他还是有分别心 他要他的助理去做 因为他肺癌 让他的助理去做 他不喜欢穷人 他不喜欢不洗澡的人 他有很多不喜欢的东西 所以他有分别心 所以就不是大愿 所以一定要有分别心 台湾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 她是一个癌症的一个英雄 她二三十岁就得了癌症 放疗化疗多少百次就不懂了 然后这五十年来 你看她带癌生存五十多年 全世界带癌生存三十年四十年的很多 所以我们健康的人每天也有产生很多癌细胞 但我们把它化解 把它进入冬眠状态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不要想到要消灭癌症 要以癌和谐共存 化解 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再也不敢写看癌的主题歌 不要对抗 以后可能我会写忏悔的主题歌 忏悔 所以慢慢我从反对佛教到认识佛教 到迷恋特异功能 要跳出特异功能 因为神通不抵业力 最后发现了 我们很厉害的那些神通 把癌症病人交给他们 拿掉他的肿瘤 拿掉他的痛 拿掉他的记忆力 拿掉他的这个 是拿掉了 一年以后卷土重来 因为你的因因果没有解决 所以你就是借助外力去干预了 然后后边的惩罚更重 所以刚才我说 你一来 癱瘫坐轮椅 十几年一来 站起来了 感谢感谢 到最后卧床不起了 我们就被攻击得更厉害 所以我们一定不用暴力的行为 或者我强大了 我就把你冤情载主赶走 所以这个世界要想和平 就是要忏悔和化解恩怨 要有智慧去化解 要真心去忏悔 所以今天为什么 着重点在忏悔三昧 所以这个很厉害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成功的案例 好 那当时我们讲到这个大院了 群里面也有一些 这种 今天也是差不多五百人 这五百人建一个微信群的话 有一些群 就是他会选一个群组 这个群组是有厚德载物的 这个德高望重的 由他来做这个功德 就是大家每天捐一块钱 因为捐一块钱 每天这个能力还是有的 所以他就得五百块 每周呢 因为人家也要上班 他就去捐给一些养老院 孤儿院啊 希望工程啊 或者兔存的孩子啊 或者需要救助的一些疑难杂症的病人 他每周都去做这种 那这个你说 每天捐一块钱坚持一辈子 坚持一辈子 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说 你每天在捐一块钱的那个时间 他就是要你做这个动作 你的心是不图回报的 就是不图名不图力的 那个时候你的意识能量级别是五百次十分 所以就是说 做善事的时候 不图回报的时候 所以就是说 一点都不吃亏 一点都不吃亏 因为你的能量是五百次 健康人才三百五 癌症病人是五十到一百五 所以坚持每天做这个事情 那千万不能说 哎我懒 我一次就捐三百六十五 我三百六十四天不做 那是不行的 所以就一定要每天坚持做一件力所能及的 无我力他的善事 然后坚持一辈子 这样你的这个癌细胞就得到修复 然后不断的四十天以后会完全康复 但完全康复 以前我们的癌症病人就是发了单元以后 好了以后 问我们一些问题我们答的也不好 他就说 那我又去谈恋爱 又去发青酒地 就不去坚持做了 一年以后又卷土重来 所以就是说 一定是要每天坚持 无我力他一辈子 而不是说我癌症完全康复了 去医院检查好了 我又开始过去的怨恨恼怒 他该做什么做什么 就是一定要严格的要求自己 所以这点很重要 刚才也回答了这个发大怨 因为发大怨我们不能帮你发 因为我讲这个案例 这些故事 你们就结合自己能做多少 那有些人写文章很好 他一天不写一两篇好文章 他就睡不着觉 那你写完这个正能量的文章 你发出去也是无我力他的 所以就是说 你发挥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每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 他一定能做一些无我力他的小事 而且在做的时候不会有很累负担 就是很欢喜的 就是说你不要给自己 你总共才有一百万的存款 你要去捐一千万呢 你就累坏了 所以不是钱的问题 是心改变的问题 心念在每天都能接力棒地接上去 这个无我力他 所以这点很重要 那就是最后我就转一下话题 就是当时我就说三年前 三年前我就那时候五十岁 现在五十三岁了 五十岁的时候 我当时已经想出家了 所以我在北京的一个巷山的山上面坐 我看到北京车水马龙 我就觉得出家才是回家 那时候突然感觉到了出家才是回家 以前李娜出家 因为我是搞音乐的 李娜出家的时候 我们还很为悟唱《青藏高原》那个 然后我们就说她受了什么刺激 为什么要出家 我还问配合写歌词 因为配合写歌词 跟《青藏高原》的作曲家关系很好 我说你问一下《青藏高原》的作曲家 李娜受什么刺激了 我们当时都认为是想不开受刺激 看破红尘才出家 那时候 后来我就感觉到 原来如果你这一次要脱轮回修涅盘的话 还是赶紧回家吧 出家就是回家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想走了 很想走了也去出家了 但是后来我一想 我在全世界带了3966个土地 这3966个土地有很多是年轻人 他们还要谈恋爱、结婚、生子 他们还要做慈善 我就觉得 而且他们的福报又不太够 所以他们就很难 我出家了 这个就拆散了 这事情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说 那我晚五年出家 我就说我五十五岁再出家 那这样我用五年的时间来发一个大院 我天天叫癌症病人发大院 都远到我发了 我发一个大院 我就是在五十五岁 就是2019年5月20号 就说我要捐出108个临终关怀养老院 就是阿弥陀佛临终关怀养老院 在全世界十二个国家 包括中国 在108个阿弥陀佛临终关怀养老院 它是建在寺院里面 那现在有些寺院 他就说 我们可以在山上面 盖一个寺院的附属的 阿弥陀佛临终关怀养老院 它是全部免费的 因为病人 老人 还有义工 还有这些出家人的父母 因为出家人的父母 我们也要照顾 所以我们这个 阿弥陀佛临终关怀养老院 有三分之一是出家人的父母 有三分之一是被医院放弃的 这些癌症病人和异乱长症病人 有三分之一是义工 因为义工也要住在那里住念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 生得好不如死得好 生命在轮回 那如果你是怨恨老怒烦 我们就说 你很怨恨离开的 可能你下一次转世是一条死了 你很吝啬那个钱的 就是说那个钱很吝啬的 它可能下一次转世变成一只牙 所以它每一个转世都有一定的原因 那我们就说 那临终祝念就很关键 它会帮你一个强大的祝念团 从你往生的前面一个小时开始祝念 到祝念可能二十多个小时以后 那你全身柔软 嘴唇是化了装的红的那种的 然后体内还有飘香 这样的话不像那种走了这个 没有得到祝念的 它走了可能几个小时就像冰棍一样硬硬的 那祝念的三天三夜 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天使界的话 那它会全身柔软 有锐像 那我们都看到了 所以就说我们希望生前改变不了你 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 在临终那一刹那 我们把你送到更好的地方 所以叫108座阿弥陀佛临终关怀养老院 那我就发了这个大院 发了这个大院需要多少钱 需要三十个亿人民币 因为平均一个是三千万 那那个时候我连三百万都没有 所以就说你想五年你要捐出三十个亿 那一定是有病了这个人 因为正在乳腹地 然后打妄语了 所以当时我有一半的土地就吓死了 就是说你本来做得好好的做一个慈善的 你像一发到时候完不成你就下地狱了 所以他们就很怕 但是我们就说愿力大愿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我发这个大院也是要改变我的命运 因为如果我出家了 那我留下这个三千九百六十六个地址 他们就散伙了 因为没有经济的支撑 那现在我发了这个大院 然后它会有三年的磨难 大家发大院以后会有三年的磨难 就是几十倍的磨难会来折磨你 但是过了就三年是一个坎儿 然后就心想事成了 所以现在已经经过三年了 我也经过 那我就拿到了全世界最好的一个产品 就是一个洗衣粉 那大家就一笑 哎呀 洗衣粉有什么好的 那我们就说全世界的洗衣粉都是有毒的 那我们洗完衣服以后会污染江河湖海 污染江河湖海五十年 50年前我们下的雨是可以喝的 这个游泳那个是没有污染的 所以就是联合国公布了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人类的污染 地球的污染 70%是我们家家户户 每天洗澡洗衣服造成的 这是联合国公布的 只有30%是工业农业和其他的污染 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 就是一个提示 我们原来都以为是别的污染造成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 参与了地球母亲 我们叫被污染的就是皮肤癌嘛 这个水面也被污染了 那个大地也被这个身体也被砍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 地球母亲皮肤癌的制造和产生这个业力 所以我们要忏悔 那我们拿到了这个洗衣粉 它是联合国指定的 它第一有三点说出来 大家都明白 第一是可以吃的 就是嗓子疼 吃一下也就好了 它是美国一个盐湖下面的一个盐 高能量的盐 第一是安全的 可以吃的 第二它的洗净效果是纳米的30倍 是最好的 就不用洗衣机 泡一泡 特别是那个白衣服 然后泡一泡一两个小时 就很干净 第一可以吃 第二洗净效果是最好的 第三 它产生的沸水是来救地球的 就流到江河湖海 可以把那个污染化解 那化学的毒素 只要六倍就可以化解 还可以这个 比如说你拖地板的话 那个蟑螂蚊子 95%以上它就不来了 因为它是碱性 它有一个能量 蟑螂一过去 它肚子有油脑 它就会化解 它不杀它 又化解 所以它立马就跑走 蚊子也是都跑走 那还有我们住这个酒店的一层 会有那个卫生间很臭的那个地沟味 它这个洗衣粉下去 或者你洗澡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毒给化解 所以会很好 而且它这个沸水浇花 浇这种花 比如说这个花能放十天 如果你把它放到瓶子里面 放一点洗衣粉的话 它可以在二十天 就很漂亮 而且种花 家里面的那些植物 你用来浇的话 然后会特别漂亮 而且会变得有点像假的一样 就是它那个很厚 这个叶片 生命力很顽强 而且淋到那个水稻 那个水稻是一百零二粒 然后淋过去的话 它会变成两百零十粒左右 就它在农业上面可以增产丰收 还是有机的 所以在工业 因为我们工业 就是我们儿童的那些服装 还有窗帘 它们洗的那些流到浆都不坏 也堵死了很多鱼和虾 造成五十年的污染不能改变 其实公布一个数据大家很心痛 就是说我们中国 百分之十的家庭是终身不育的 中国百分之十的家庭是终身不育的 那你们旁边有个无锡 是吧 长州旁边是不是有个无锡 无锡是百分之二十八点六是终身不育的 二十六点八还是二十八点六 我是在国外听到的 哇 吓死了 就是那个污染很严重 这个水污染 所以这个 那中央电视台你们去看 网上也放了 就是中国五十岁以上的女性 就是中国五十岁以上的女性 百分之八十的人 体内有一公斤的化学毒素和毒构 是中央电视台活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有毒的沐浴乳 还有洗衣服的 它诱发了我们大量的疑难杂症 它是诱发的 它不是主要原因 但是它是大量的诱发你癌症和疑难杂症 所以我们就是说 用这个洗衣粉 就是我们就是说 环保救地球的洗衣粉 那有一句口号就是 把地球洗干净 就是用这个洗衣粉 那我们已经引进到中国 引进到中国 刚开始我们推广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不可能 那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国家不宣传 那其实我们还知道 今天普及一个知识 就很多明星做广告 或者沐浴乳的时候 很多泡泡 就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那现在告诉你 这个是石油的副产品 叫芳香剂 它是致癌物 所以明星做完了以后 现在觉悟了又后悔得要死 因为这个 那还有这个 我们有些家庭主妇洗完衣服了以后 爱闻那个衣服的香味 还有那个被子的香味 这个也是致癌的 所以就是已经公布出来了 而且我去年的9月4号 在吉隆坡讲课的时候 然后就讲到了我们这个洗衣粉 因为当时还没有引进中国 在海外讲的时候 那有一些马来西亚的人就说 那全世界第一名到第十名的都有毒 就是你们都没有毒 然后你是不是夸大了 因为这些品牌那些什么的 那我也没有办法说他们 但是第二天 老天爷挺会保护我的 9月4号全世界公布 美国FDA的公告 FDA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 高禄结压膏有致癌物 还有强生婴儿用品 还有这个保洁 这是世界三大品牌 然后他们把那个有毒的化学分子誌已经写出来了 在全世界公布 然后勒令他们是一年内 如果不改配方全部下架 全部下架 它产生的附加的产品是2400个 就2400个附加产品全部要下架 所以我们一直迷恋西方的品牌 那现在你看美国都公布了 高禄结压膏是很有名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然后有一款降低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毒的东西 叫化学的 那还有保洁 保洁大家也知道 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说我们一直活在被利益集团 他们设定什么标准 安全的 那就是安全的 但是联合国现在出来说不安全 因为你们说安全 50年已经把地球一万年的生态给污染了 所以现在都在做环保 那我们在推广的时候也很艰难 因为刚开始引进是进入到广西 就广西防尘港 那广西的这些学佛的 因为我们就说可能没有人相信 利益集团也很强大 那我们就走进寺院 中国有一万几千个寺院 有八万个出家人 有一亿三千万佛教徒 我们就让有缘分的人先了解 那最后我们一路走过来 然后因为佛光山已经用了17年 佛光山是台湾信云大师的这个 所以他17年前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把所有污染佛光山的水源的那些全部清走 就是只留台湾叫海能量 我们叫福代代 我们说这个品牌叫造福一代又一代 我们叫福代代 台湾叫海能量 叫大海的能量 所以佛光山原来有一个宝桥 下面有个小池塘 因为用了这些有毒的洗衣粉和洗衣元素 然后本来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地方 然后鱼也死了 就臭了 出家人两千人左右在那里走过都要捂这个笔子 那自从吉卡车的这些日用化学品拉走了以后 用上这个海能量和福代代以后 三个月以后鱼就回来了 然后八个月以后把那个湖底下面的毒泥也处理掉了 也干净了 这个毒泥处理是一个很高难的发现 因为中国每年花几千个亿来处理这个水污染成功了 但处理不了那个水下面的毒泥 如果你拿出来造砖头或者造什么它还是有毒 所以没想到那个洗衣粉它有这个功能 所以就是你们长洲是不是有个学校去年中毒了 互动传说的 对对对 然后也是用这个洗衣粉一撒的话 然后三天就没有毒了 就那个土地就改变了 那还有这个你们附近还有一个农村 然后也是在那个圆茧地上面 圆茧地是种不了庄稼的 然后处理了八个月以后能种这个 叫什么了 那个叫圣女果 不是叫草莓 对 两个月前我们去吃过它种的草莓 所以它是有机的 所以就是说后来我也跟上海政府的 因为我们后来把重点转到上海 因为从运到上海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又找了上海的科学 还有上海的一些政府的 他们上海政府也是赶紧拿这个来做试验 成功以后 因为肯定会成功嘛 因为都沉淀了17年了在佛光山 那就是说成功了以后 他们就会拿出六百个亿来建工厂 然后治理土东的污染 还有这个叫什么 上海叫黄埔江 黄埔江都臭了 那我又在北京跟这个环保局的人来谈 那他们也就觉得有一个机构 他说一年能拿出两千个亿的 他能拿出一千个亿来说治理北大 北京大学的魏明湖 还有这个金行大运河 那还有农业方面 他也可以改良土地 也要拿出三百个亿 所以就说 环保就地球的这个产品 它又是世界品质最好的 那就是说它就很得人心 所以就是 当你发大愿 愿力大愿力 这个产品才会来的 所以你不发大愿的话 我从来没做过生意 我怎么能有三十个亿的利润 所以就说 好的产品配上好的大愿 再有一些发新的 这个事业就通过大愿才成功 那很多人他要考虑很周到才敢发一个大愿 所以有时候是就错过了这个黄金时间 所以当你有这个愿力的时候你就发出来 所以了凡视讯我是很高兴的 因为前几天中央电视台好像就已经播放这个了凡视讯了 了凡视讯就是要改变命运的 所以我们就说在新加坡的癌症病人 每个礼拜二要学习了凡视讯 因为你这辈子已经得了癌症 那你的命运已经写进去了 那你要改变这个命运 那如何改变了凡视讯 所以中央电视台已经要播这个了凡视讯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看 一定要认真看 改变命运